把高度白酒给它倒入泥丘中 不得不佩服这个做法太厉害了 一家饭店就靠这倒菜火了30年 下面我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这是今天一大早在菜市场买的泥丘 老板说是野生的30块钱一斤 这个我也不太懂 不知道是不是被骗了 接下来迅速地往泥丘里面倒入半杯高度白酒 接着准备一个盖子给它盖上 这里加入高度白酒可以杀此寄生虫 让泥丘喝醉了之后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而且还可以去除泥丘的土腥味 5分钟后泥丘都差不多喝醉了 这个时候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均匀 搅匀再盖上盖子静止5分钟 5分钟后这个时候的泥丘基本就不会动了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面粉 再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加入面粉可以很好地去除泥丘表面的粘液 咱们给它抓拌2分钟左右 抓好后再加入清水 把泥丘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 清洗完一遍以后 再加入清水多清洗几遍 把泥丘表面的粘液都清洗掉 清洗干净后把它捞出来 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泥丘表面的粘液已经处理得非常的干净了 一点也不会划手 接下来咱们再来把泥丘处理一下 先用剪刀把它的头剪掉 然后把肚子剪开 把里面的内脏取出来 这样处理过的泥丘就非常的干净了 全部处理好以后再加入清水 把里面的血水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将它捞出来 装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些葱姜 少许胡椒粉和料酒 然后咱们再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提前把泥丘腌制一下 可以很好地去除它的土腥味 充分抓拌均匀后 先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几半的大蒜切成粒 一小块生姜切成姜粒 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切成段 再准备一把韭菜切断 切好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少取的花椒 干辣椒 两个八角 接下来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少许胡椒粉 最后加入一勺香醋 去腥解油腻 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下面把锅烧热 倒入菜籽油 把油烧热一点 再把腌制好的泥丘倒入锅中 泥丘下锅后 先不要去搅动它 咱们开中火 给它慢慢地煎 饭店里面一般都是过油 我们再加用油煎一下就可以 泥丘这样煎过之后 不仅可以去腥 而且吃起来更香 大约煎至五分钟左右 再给它翻一面 把两面都煎至金黄酥脆 最后咱们把泥丘煎到表皮 有一层胶壳就可以了 这样煎出来的泥丘 吃起来非常的香 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吃 然后把它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把葱姜 干辣椒 花椒 八角 放入锅中炒出香味 炒香后加入一勺豆瓣酱 继续翻炒 把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 炒香后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 炒匀后下入煎好的泥丘 把小葱段也放进来 给它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泥丘炒至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 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炒香后再下入韭菜段 再次翻炒均匀 把韭菜炒至断生 韭菜炒熟后撒上一些白芝麻 淋入少许的香油 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干边泥丘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泥丘吃起来 焦香酥脆 香辣过瘾 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吃 无论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做来试一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